大家好,我是郭亚秀才 这个视频呢,咱们终点评向德润电子,海莲金会 同城新财,中性通信等 技术分析,经过参考,不作为买卖依据 那么咱们先主要讲解的是两个核心内容 第一个核心内容呢,借助个股进行技术公固 第二个核心内容呢,借此来表达一个核心的一个观点 什么观点呢 在市场当中,所谓修行 除了贪嗔次与慢之外 还更多的是尽可能打破一些偏见 让自己更加客观一些 好,那么我们先来看德润电子 那么德润电子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其实咱们在11月的12号 当时的话呢,是周五就有过点评 当时点评的一个视角的是周线级别的底背离 而且呢,当时是在周线级别的这样的一类买点附近 好,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 好,那么在2021年的11月12日下午的3点20分 当时呢,德润电子和灰上通讯 那么周线MICTB离词余方念后是怎么去看 那么我看到像有的朋友呢 例如说像自己曾经在德润电子上面亏过钱 亏的是非常狠的 可能就有这样的记忆深刻 然后的话呢 对应的 也有朋友呢 是觉得像德润电子 是属于 业绩比较差 然后呢,不适合去把握 德润电子形态还可以 基本上太差 太垃圾 不适合操作 好,那么我们来对比一下 像德润电子这一支个股的一个表达 当前的一个视角是什么样的 它还是属于日线一笔上的延续 这个日线一笔上的延续的话呢 其实从11月12日以来 那么它中间有没有存在机会点呢 首先日线属于一笔上的延续 那么呢,30分钟 还属于一个线段上 它中间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直到现在 它既没有出现过日线的卖点 也没有出现过30分钟级别的卖点 它只是存在了什么呢 5分钟级别的卖点而已 只不过呢 我们只是在跟着一个视角来去看 因为当时对应的一个节点 从方向来讲 它是属于像汽车电子 消费电子方向 好 它就属于像华为 像消费电子 像汽车电子方向 汽车电子方向之后的话呢 那么当时从日开的维度来讲 它在前面是有一个亮堆 咱们前面经常讲到一个观察视角的 调整非常充分 结构 有背词 然后的话呢 近期有亮堆 有亮堆呈现之后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作为一个跟踪的一个视角来去看待 那么看待过做的话呢 我们来看 日线呢 当天还属于一笔上的延续 日线一笔上的延续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30分钟 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30分钟 一个线段上的一个延续 那么用5分钟的一个结构来去看的话呢 那么当时咱们是用过这样的一个视角去跟的 从8块9猫9点位以来 在5分钟图形上面来讲 它都属于重心不断上移 好 那么它的一个重心不断上移的一个过程 对应呢 是存在过一次又一次 5分钟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点 因为呢 每一次形成一个小的平台 平台的上沿 它都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 每一次形成这样的一个小的平台 平台的上沿 都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 如果回落不破5分钟级别的卖点 5分钟级别的卖点 5分钟级别的卖点 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应对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对应了它是属于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斜向上的这样的一个通道 好 这是德伦电子 当然了 当前在进行点评的话呢 只是做一个巩固 巩固的话呢 第一 走势是生长的 走势呢 是跟踪的 在走势生长过程当中 它会催生不同级别 不同类型的买卖点 好 那么后面的话呢 这一支个5 它的一个剧情来讲 当前还属于日线的 一笔上的延续当中 延续当中 如果说从最单纯的均线 以及呢 开线的维度来去观察的话呢 如果说有跟踪的 那么对应的 每一根 例如说一根中阳 之后 那么中阳作为一个防守位 增长只要不破这一根 中阳的七档位置 它都可以作为一个 跟踪的对象 也说呢 一旦出现这样的中阳 那么中阳作为防守位 中阳作为防守位 也说呢 周五出现这一根 中阳长阳 那么中阳长阳 又作为新的防守位 只要后面的增长当中 不破这个阳线的实体 就可以去一根 好 但是呢 那手中没有的话呢 就不要下去追了 那么这类个股的话呢 它后面会存在一类 可以等待三十 分钟级别的 这样的一个买点 因为当前 它只是一笔 一笔的延续 一笔上的延续 内部的话呢 只是用五分钟级别的买卖点 不断涌现 所以说呢 手中没有的 它们四类个股 从技术表 技术角度来讲 可以跟踪什么呢 跟踪一次 三十分钟级别的机会点 这个三十分钟级别 分为两种场景 哪种场景呢 一种场景是 把前面这个位置 作为一个 三十分钟中枢的延伸 好 三十分钟中枢延伸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直接呢 走的是 前面一个三十分钟 这样的一个大的盘整下 那么前面呢 是一个三分钟枢延伸 延伸或的话呢 三十分钟一个线段上 日线的一笔上 走的比较强 直接把前面这个中枢给突破掉 后面呢 回撤 如果说呢 后面给出一个三十分钟 线段下回撤 连前面这个中枢都不进入的话呢 它实际上还是 可以把它作为标准的模型 什么模型呢 二 三类买点的模型 就是看到后面 如果说 有出这样的一个回落 连前面这样的一个中枢上延 都不接触的话 它就属于 三十分钟 二 三类买点的一个重合 好 这是一个场景 那么第二种场景是什么呢 就把前面 第一点的位置 因为它是属于 之前一笔上的延续 后面呢 如果给出一笔下 不管它跌到什么位置 只要说呢 一 墙底分 三五均 二 内部有一个五分钟的结构 就是说呢 内部的话 最好是有一个五分钟的 结构 五分钟的盘整 然后呢 对应的内部有被磁 就是次级别有结构 有被磁 然后呢 对应的又出现了 日线的墙底分的配合 那么它可能会作为 三十分钟级别的 二类买点 五分钟的被磁 一脉和三十分钟级别 二类买点相充合 就是说呢 后面可以跟踪 只不过这样的一个时间发生的话呢 至少在一周以后 甚至两周左右的时间 才会催生 好 这是德润电子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面去看啊 刚才其实用三十分钟的一个视角 去观察的话呢 也是特别清晰的 例如说呢 从前面这个节点 是可以把它做一个三分钟数 不断延伸 然后呢 这个三分钟线上 比如说比较强 把前面这个钟数 直接给上 直接上传 上去 传承上去的话 后面观察 如果说给出二三类买点的 一个充合的机会点的话呢 还是可以去 根据留意的 好 这是德润电子 那么回过头来 这句看的话呢 就是像咱们前面讲的 一些场景 或者是一些案例 一些 古有的一些留言 其实呢 作为一个 活生生的人来讲 想要完全没有偏见 是很难做到的 也所以说呢 需要长时间的修行 包括修缠在内 就是包括任何人在内 就是呢 尽可能的让自己 多一份乐观 多一份理性 多一份 从容 有主观能动性可以 但是不要被其所限 不要有 盲目的一种 盲目的这样的一个 偏见或者是偏执 好 这是德润电子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海联机会 我看到有粉丝留言 海联机会 说后面还有没有机会 不知道是 想要把握 他的第二次机会呢 还是属于前面最高 被套了 因为海联机会 咱们在他的 手柄的位置呢 就重点跟中啊 重点进点评 但是点评的一个节点的话呢 它是不管是从基本面 从方向 还是从它的一个 技术面的表达 其实都属于比较的 比较什么图形来讲 就是技术图形来讲 是比较的给力的 当时是把它做一个 大的手脸三角 三角形的突破 同时的话呢 又可以作为一个 中速延伸的 向上离开 中速延伸之后 向上离开断的一个基带 然呢 基本面的话呢 也是有配合的 好 那么当前呢 给前面给出这种三连板 虽然说第三个 涨停板的话呢 没有 没有封死 但是呢 给出三连板之后 有龙头的光环 龙头光环的话呢 其实对应的 后面的话呢 从 本周三 其实其他的个股呢 就整个数字货币方向 其他的个股都属于 这样的一个 从高回落 持续调整 它还能够 最终能够翻红 就属于龙头光环 多条命 但是呢 也是三连板之后 再往上再追就没有意义了 那么经过周四周五两天的调整 后面有没有机会呢 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呢 什么条件下 可以去把握 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呢 那么对了 就不能去参与 首先呢 这还是回归了 它的一个技术表达 先讲一下传统视角 以及那主观的一个维度 然后再客观的技术表达 那么我经常讲的一句话 叫什么呢 就是说 技术是客观的 运用是主观的 买卖点是客观的 你是否应对 是主观的 好 海连机会 例如说前面高点和高点相连 这是一个视角 在八元附近 出现这样的一个增浪 或者是回撤 其实是很正常 因为前面高点和高点相连 它建置八元位置附近 它是这个视角 那么呢 小周期的维度来讲的话呢 它前面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三级大的手脸三角的一个突破 而且呢 突破之后是以非常强势的方式 三连板的方式突破 突破过之后的话呢 前面是 下方是有这样的一个 实实在在的 这样的平台的 既然有这样的实实在在平台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它的一个 后面它的一个回落 大概就会有一次 三点买点的机会点 那么这个300是什么级别 什么类型的300呢 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4块9毛9的位置 作为一个观察基点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这是日线的线段上 日线的线段下 日线的线段上 这个位置是日线的一笔下 就是它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我们来看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 30分钟中速不断延伸 升级为日线级别 所以从这个位置 回次的话呢 可以先 先观察一个什么 先观察一个30分钟级别的 这样的一个 三类买点来去看待 如果说是 用更长 更大的一个维度的话呢 对应的我们来 去观察从4块9毛9的位置 这是一个日线的线段上 日线的线段下 日线的线段上 好 这是日线的一笔下 对应的 那么这个位置呢 回次是可以把它作为 要么是作为什么 从这个位置作为观察 观察基点来讲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三 这个位置是30分钟中速的延伸 好 从这个位置来去看的话呢 那么它对应的是 级别的比 用三种中速延伸 升级为日线级别也可以 就是它的 首先呢 它对应的一个级别 可以把这个位置呢 作为一个 比30分钟级别要高 比日线级别略低 好 就这一段 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后面 它的一个回次 是以 30分钟的一个线段回次 然后呢 靠近前面这样的一个平台 不破 连前高的位置都不接触 它就属于一个 30分钟级别的三连卖点 好 那么同样的 后面如果说什么呢 如果说这个位置走完 30分钟线段下 对应的是一个 30分钟级别的三连卖点 或者是日线的次三迈 如果呢 这个位置再往上走一个新高 然后呢 这个向上的走完 走完之后呢 给一个30分钟的盘整下 或者是日线的一个线段下 回落 不破这个位置 它就会呈现一个 日线级别的三连卖点 所以说海连机会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 个人认为呢 它大概率 回落周呢 会呈现一次 先把握一次 30分钟级别的三连卖点 我觉得这是可以期待的 好 那么从 如果说偏向于主观的一个视角 或者偏向于经验的一个维度来讲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 再往下 观察它的阴线实体 如果说它的阴线实体是收窄的 如果说带有明显的下影线 或者是明显的资金经历 那么呢 前面强制30分30分之后 这样的回撤 回撤之后呢 大概的会有一时相伤的反暴 如果短线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跟踪资金的一个力度就可以了 什么意思呢 两年英之后 后面的 如果说后面再往下 一旦带有明显的长下影音 或者是带有盘中资金明显的进攻 短线来讲 低线高抛 随时可以进场 如果说用长轮结构的一个维度来讲呢 可以期待 就是在中速上 中速上的话呢 不要去追 等待三点买点 三点买点出现 三点买点附近去把握 三点买点呢 最起码要等待一个什么 日开来讲 等待一个底分 然后的话呢 30分钟等待一个线段 然后对应了 或者是 或者是5分钟 角度他们5分钟的一个大的线段下 好 这是海连机会 也说呢 它后面呢 个人认为它还是会存在一次 低线高抛的这样的机会点 只不过呢 你能不能把握的恰到好处 需要呢 用它的细节去跟 去跟它的一个结构 当前还属于这样的 从5分钟角度来 你还属于5分钟 一个线段下的一个做法 我用线段下的话 如果是这个位置 后面呢 真的是出现一个 相应或者是 直接有这样的 直线接待 这是5分钟级别的 就是30分钟级别的次 三百 5分钟级别的机会点 如果后面给出一个 5分钟的大线段下 30分钟线段下 那么对应来的是 30分钟级别的三点买点 好 这是凯林金卫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 往下面去看 像同层心才 那么像同层心才 这一支个股的一个 表达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咱们前面呢 在它三脉的位置 附近 把握 把握过之后 一波30%的一个涨幅 30%的一个涨幅 过之后的话呢 顶分破误均 当前的话呢 在140年级别的附近 然后呢 阴线 小阴线 小阳线 那么后面的 跟中数据 像这一支个股 那先等待一个 什么时候出现 强强底分出现 没有出现 强底分之间的话呢 它只要说 还在这个区间之内 甚至不能视为止跌的 只不过呢 像前面这个 出现的一个五分钟输 再往下 还是一笔下的延续 一般延续的话呢 那么再往下的话呢 有量的移动 然后呢 周五的四字星 也是带量的 那么这一支个股 从传统的一个角度来讲 它是 大概的后面 可能会存在一个 技术性反弹的 一个可能性 为什么呢 60分钟 MSE底倍离 30分钟 MSE底倍离 然后的话呢 你要是用五分钟的 一个结构来去看的话呢 它当前的一个剧情 是属于 好 前面呢 是从71块 八毛六下跌 购入一个五分钟中枢 然后再往下 给出五分钟级别 三点卖点 再往下 当前的一个剧情 是属于什么呢 一个节奏呢 当前的剧情 是属于 好 这一段 这一段 左右五分钟 大线段下 它们之间是有背词的 这是在30分钟 或者是在60分钟 能够看到明显的 MSE底倍离 从这个维度来讲的话呢 它可能 传统计则上讲 它后来可能会存在 一个技术性反弹的可能性 但是呢 用残论结构来去看待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日线 等待一个强底分出现 强底分出现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一个剧情 可以下跌 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五分钟的中枢 盘整 好 后面如果说出现 一个强底分 对应的话呢 它的一个 反弹的力度 强一点 强一点呢 一旦出现强底分之际 可以作为一个尝试的机会点 然后呢 把底分型的底 作为防守位 破了 纠错 理想不破的话呢 看能不能期待 相当一比上 这是一个日线的一个维度 那么从五分钟结构来讲呢 这个位置就属于 最起码呢 它能够向上 最好是把前面这个低点 给覆盖掉 如果说前面低点 还覆盖不了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它还属于这样的 一个内三脉 反过来的话呢 先段上 先段下 先段上 再一个先段下 连前个都不接触 就是内三脉嘛 好 那么把它接触过之后呢 力度比较强 后面的话呢 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 五分钟前段下的 一个回事 有资金激励 那么对应呢 可以用五分钟级别 二零卖点去确认 好 这是同层心裁 那么像这一支 个股对应的话呢 它想要出现一个强底分 也是比较容易的 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 它是属于 例如说 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小阴星 然而这一天的话呢 是被前面手包含的 后面的话呢 在周五的时候 给了新低 所以说后面的话呢 它出现什么情况呢 只要说一根阳线 能够重新带量 重新站在五军之上 最好的话呢 是把前面这样的一根 这个位置的一根 高点给覆盖掉 如果更强的话呢 它现在把前面这一根阴线 能够达到阴线的半分位以上 那么它就属于一个 典型的强底分的范畴了 那么出现强底分之际的话呢 激进了 在强底分出现之际 可以去试探 但是呢 把底分的底 作为一个防守位 破了纠错 那么呢 稳健的视觉的话呢 这一个冲高过之后 如果说没有跟上 那么呢 不要分时 直线拉伸的时候去追 而是呢 等一个五分钟新带回落 因为五分钟级别 二点买点 好 这是同层新财 那么这类个股的话呢 它的基本面 在三季度来讲 它是有微微下降的 但是业绩是 依然是属于 业绩的增长率是下降的 但是它并不是亏损 好 这是同层新财 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中心通讯 中心通讯 那么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咱们前面 在它140年军线上方的 数据就有过跟踪 跟踪的纪念讲到什么 这个位置它是没有方向的 就是下跌一笔下 然后走着一个是一个三层中注输的延伸 延伸的话呢 对应的 向上没有突破前面高点 向下的话也没有跌 当时是没有跌破140年军线的 当时讲到这个位置呢 因为波动的区间相对的比较窄 完全可以不参与 即便参与的话呢 那么下方的140年军线的位置 是一个防守位 好 那么当它跌破140年军线的话呢 那么从咱们三线抽盘的视角 能搞转换也不能搞 然后这个位置呢 有一个弱势的反弹 140年军线压制 再次回落 只不过呢 从中长的维度来讲 对于这支个股 还是值得进行跟踪 因为呢 作为5G方向的行业龙头 但是呢 它当下的阶段 属于弱势 MICD长期在零周下方 属于弱势周期 然而量能的话呢 也持续没有量 有量有未来 没有量能的话呢 那么它的 就表达是这种弱势 所以说呢 你的主观 可以去看好一个方向 可以看好一些方向的一些龙头 但是它当下如果说 处于 对应了小平台破位的时候 你即便看好它的未来 那么该应对风险 应对风险 该卖出卖出 卖出过中呢 只是交易层面来讲 更单纯一点 更纯粹一点 就是买点买 不管说你主观上面来讲 看好不看好 那么出现卖点了 该卖就卖 出现卖点了 那么你可以选择性的 因为你的关注的标的 可能不是一支 而是几支 那么选择性的去把握 但是呢 以任何 不管你有多么看好 一旦出现卖点的 出现风险点的 该应对 还是要应对的 好 这是中心通讯 那么后面的观察视角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什么时候MSD上零轴 什么时候量能明显放大 你再去关注 再去跟踪 从趋势的角度来讲 上140年均线 从长轮结构的维度来讲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 还属于 在140年均线下方 在这样的一个 增大 弱势 弱势整理当中 如果说呢 再过注第二个中枢 同级别 同方向的中枢 然后呢 再往下 一旦出现这样的 一个强底分 然后呢 整个板块 或者该股呢 有这样一个量流的呈现 那么它才可能是一个 新的观察点 好 这中心通讯 那么咱们再做一个 总结 总结的话呢 不管是像 德润电子也好 还是说像 同程信财也好 还是说像 刚才海联金会也好 那么呢 机会与风险 它都是有时效性的 那么像 德润电子 无形当中 从什么时候呢 从11月12号以来 不知不觉当中 人家又走了一个 单边30%的一个涨幅 这个30%的涨幅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它的一个推演 就属于日线一笔上的延续 然后那五分钟 结构上面来讲 平台不断的上移 重心不断的上移 好 那么对应的 如果说一旦走入 像另外一个像 像咱们 当说点评的节点的时候 列入像会唱通讯 我们来看 会唱通讯 那么它的一个走法 什么呢 12月11月12日之后 如果说一旦从高去追 那么追了就被套 套了之后 那么你如果说买点本身是最高的 那么最高就被套 一旦套的话呢 那么从高到低的话呢 无形当中 也跌了多少呢 也跌了15%了 那么这个15%是 你要是在最高点介入的 那么可能亏损精力20%了 这就是取决于什么呢 你对于风险的应对能力 对于机会的把握能力 最终还是取决于自身的一种应对 什么意思呢 那么像这一只个 我们来用五分钟的结构来去看待 五分钟结构 它有没有给你非常清晰的 买点和卖点出现 好 从19块7毛7的一个位置 从19块7毛7的位置之后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这是一个 好 给出买点呢 这是一个中枢的 中枢组件 然而再向上走这样的一个 离开段 离开段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再回一次反投不给新高了 再回一次反投不给新高了 走反向反向的这样的一个 中枢组件了 那么如果说你前面 只要是以低系的S角 而不是最高的 那么中枢甚至是有短线 获得立场的机会 即便没有获得立场的机会呢 它会给你二类卖点 或者给出这样的一个结构 让你去应对 如果说呢 一次没有应对 两次没有应对 那么恰恰就是最高点 介入最高点最高了 这样的话呢 就属于什么呢 同样的行情环境里面 有人赚钱 有人亏钱 亏钱的亏钱 赚钱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呢 还是自身的认知水平和操作能力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一个节点 就是呢 再用一分钟做一个回顾 回顾的话呢 这是咱们教你超过108个系列当中 你的喜好就是你的死亡陷阱 就是呢 在股市当中 你的喜好就是你的死亡陷阱 在市场中要生存 第一条就是在市场中 要杜绝一切喜好 市场的诱惑 永远就是通过你的喜好 而限于你死亡 市场中需要的是露水之源 而不是鼻翼之情 天长地久之类的东西 和市场无关 市场唯一值得天长地久的 就是赢钱 任何一个来市场的人 其目的就是赢钱 任何与赢钱无关的都是废话 好 那么必须要明白 任何让你买入一只格股的理由 并不是因为这只股票如何好 或被忽悠的如何好 只是你企图通过买入而赢钱 能赢钱的股票就是好的 否则就是废话 那么怎么才能判断是能赢钱的呢 首先买入之前 在职股层面来讲 有一套标准 它是不是能够的范围 在交易层面来讲 它符合买点在买点附近去介入 如果说呢 一旦买入条件破坏了 就错了 立场 首先呢 不让自己承认更大的亏损 那么如果说呢 买入过之后 如期上涨了 那么对呢 什么时候出现卖点 什么时候去应对 什么时候买出 这就是一个交易节奏 好 那么呢 市场中任何的喜好 都是把你引入迷途的陷阱 必须逐一看破 进而洗心革命 才能市场中生存 那么呢 对这里面呢 还有一根进一步 学会利用市场的陷阱来去赢钱 当你买的时候 空头陷阱就是你的家机会 当你卖的时候 多头陷阱就是你的天堂 利用多头陷阱去卖出 利用空头陷阱去买入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一个内容 核心上表达的 就属于尽可能打破 一种执念 一种偏见 让自己在股市当中的交易呢 变得更加单纯一点 更加纯粹一些 对于技术也要 对于方法论也好 执行的时候呢 更加的彻底一些 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在实际的过程当中 不断地去误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内容 只作为技术交流经验分享 不作为买买一句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 再见